去为探索讯,我们知道,南极洲是地球上最寒冷的地方,这里长年被厚大数千米的万年冰川所覆盖。 尽管这里气温有时会低至零下89摄氏度,但是来自美国侦查卫星发现,在寒冷冰川的,掩盖下竟然活跃着400多个温水湖泊,真是让科学家意想不到。 在南极洲的贵兰冰原之下的一千多米处,存在着一个面积达160平方公里的神秘湖泊,它是400多个温水湖泊最大的一个,科学家将这个湖泊成为冰夏末瑟湖。 微星探测数据显示,这个夏末瑟湖是一个快速移动的活跃湖泊,面积达160平方公里。 最近,一个由45名科学家和钻探人员组成的科研团队来到这里。 他们使用了高压热水钻,在经过四个日夜的新户钻探后,终于钻开了后达1084米的冰盖,找到了期待已久的冰夏末瑟湖。 接下来科学家们准备开始在这朝大温水湖内寻找生命。 科学家们打算投放一个远程遥控,并且带有三个摄像头的潜水机器人,用来捕捉生活在黑暗水中的动物。 来自博泽马蒙大拿州立大学的湖泊生态学家约翰普里斯库告诉大家,我们不知道里会有什么样生物,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,不过十分期待。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,科学家团队将继续研究这个神秘温水湖泊的深度、温度、清洁度和生命存在的方式。 截止到目前,科学家们已经对冰夏末瑟湖的水质进行过两次检测。 检测仪的数量显示,这个湖泊内的水非常清洁,就像被过滤一样。 在2013年,研究人员对南极洲一个名为灰蓝色湖的叫沙湖泊,进行过探测和研究,发现这里充满了微生物。 所以,科学家初步认为,冰夏末瑟湖,也可能存在着大量生命。 除此之外,科学家希望通过南极洲寻找生命的经验和数据,用来揭秘火星地下隐藏的生命。 有趣的科学探索内容,请关注唯一,有趣探索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买赞哦。